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首先带来关心花莲县政府在今天 在花莲县政府的大礼堂举办了 续修花莲县制启动记者会即北区座谈会 广邀花莲各界闲达在地骑老 透过座谈会的方式收集近20年来对花莲的观察与变化 以及对这一次县制编修的建言 作为后续各篇制书撰写着参考 并且完备花莲县历史严格记录 花莲县政府122年正式启动第4度花莲县制的撰修工程 携手国立东华大学一同为花莲变迁留下记录 现在学生表示 区边工程是肩负责重大责任 必须诚实的态度将过去20年花莲的转变 展现于未来的县制 让花莲地区居民们以及各界代表共同参与 一同感受花莲各自世界与时俱进 在这20年间建政花莲 无论是政经文化经济 还有很多十个面向的所有的发展 我们所有的参与者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想20年的花莲 我们要如何去将它展现负责任的展现 在未来的花莲现实里面 我想这是一个责任非常非常地重大 而且这是一个需要很诚实的 让我们未来的花莲相亲能够知道在这20年当中 我们花莲整个的转变 跟着世界的与时俱进 而所以就必须要让我们很多 无论是花莲在地人 或者是花莲各个十个面向的很多的 代表性的人物能够一起来共同参与 无论是花莲这块土地的任何人 无论是在地的花莲人 或者是先来后到的花莲人 或者是国际的到花莲来发展定局的人 或者是在这20年当中它是过客 然而它也为花莲加注了很多的精彩的活化 其实在这限制上面 我们都希望能够争取到 以及争取到很多的精彩的使用 为促使地方参与 且广泛收罗相亲编修的工程 建议幸福文化区与东华大学合作 在光复乡公所 聪明乡公所 与李正公所的协力之下 将在6月13号 6月16号举办 北中东南四个场次分区祝堂会 利用各界祈祷行打一统参与 针对近20年的地方大事迹 地方发展特色以及重要历史人物 进行讨论以及交流 取取集结产学观之重力 共创合作限制的美好风景 记得请订阅欢迎收到 请订阅欢迎订阅欢迎订阅